LO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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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升我們就 GAM 剛過中秋連假 相信大家一定會回去回老家 我也不例外好嗎 然後呢我這次的話 也稍微去挖了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東西絕對可以讓你覺得 我不是在消費這個系列好不好 因為我國小的時候呢 真的超級無敵喜歡 幫人家寫作業 路上剪一塊 就是為了要去轉一顆 這個袋子我有翻新過 它原本也是一個SOGO袋子 但原本實在是太破了好不好 稍微用一個全新的SOGO袋子 來幫大家意思一下 我要先說一下 那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家很少買嘛 所以只要有這種SOGO袋子啊 我都會覺得它是裝玩具的 然後我都會覺得它很高級 所以呢 有時候有一些東西不好 我就會把它翻SOGO袋子裡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好嗎 我要先說一下 這個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大家的童年回憶 但是呢 對我來說絕對是好不好 因為呢 如果假設你跟我一樣 是讀中原國小 也是20來歲左右 剛好又搭上 轉蛋缸開始的一個瘋場 而且呢那時候大家不會講扭蛋啊 大家都是講轉蛋啊 那時候一顆都傻傻摳 真的是很爽耶 中原國小現在金玉堂的那個側門 一出去 然後它有一間花店 小小類似那種格子去的空間 就是那種一長條 那邊的話可是我們童年的一個轉蛋勝地啊 現在的話好像也是好不好 只是現在的話已經完全翻新過啊 就是中間有一段時間他們是不見的 然後呢後續才搬回來啊 我記得很清楚是有一段時間 台灣轉蛋是違法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 牽扯到賭博啊 所以那時候轉蛋機警察都會查封啊 這一代的話就是跟裡面的轉蛋機 非常非常有關係好不好 我直接這樣倒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只是一小部分好不好 因為呢我剛才有稍微查看一下 它裡面的持有記憶體啊 少了蠻多的 因為我以前更多 我說認真的喔 我以前為了這個 我真的非常瘋狂 我已經剪一塊事情都去做了 但是轉下去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爽好不好 這個的話就像就是 200幾年所推出的一個 SD完全上色的一個扭蛋 然後呢當時的售價的話 是一顆30塊 非常非常的便宜啊 然後還有一個點就是說呢 Seed 對我來說真的是童年系列 我那個時候也是剛好Seed剛崛起啊 基本上我們以前能扭到的東西 絕大多數都是跟剛帶Seed 非常非常有關係好嗎 基本上你們現在從這邊去 可以看到一些什麼 自由、正義、命運啊 之類的 欸我要先說啦 那時候我瘋狂到是 連我媽都可以分得清楚 誰是自由、誰是正義 誰是命運剛當 好那我可能要稍微幫他整理一下 好了各位 在這邊先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Seed跟Seed的Destiny 我基本上歸在同一類好不好 這樣子也比較方便 我們今天進行一個講解 因為畢竟是同一個世界觀的延續 我要先說 這不是我在消費說什麼 鋼彈認識鋼彈這個系列啊 但是呢 真的要我講出每一台名字的話 通常就是Seed系列啦 紅色機、藍色機、自由、正義、命運 這五台啊 絕對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啊 這可以說 算是我國小流通的一個貨幣好嗎 因為我們真的很常會拿這些機體來交換啊 所以呢我們就稍微這樣一台一台看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會盡量將 有關聯的機體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那我先跟大家補中一下啊 如果今天有些零件組錯的話 就比較不好意思好不好 因為呢我盡量把它組得完整啊 所以呢 有些零件可能我會稍微把它做一下替換 可能這是一代的攻擊鋼彈 然後跟三代的攻擊鋼彈 剛好兩邊都有缺零件 然後兩邊剛好又可以合成一台 那我可能就會把它合起來啊 畢竟這種東西一看就知道會不會無碼分屍啊 我還是決定先講Seed系列 有多餘誰我們再來講這些 第一組啊 希望大家再熟悉不過了吧 MG、SG 還是這種SDN扭彈 都超級常出現的幾台機體啊 決鬥鋼彈、電擊鋼彈 電擊鋼彈 啟動還是聖龍的一個狀態 再來就是我們的神盾好不好 基本上這兩隻零件 找不太到了啦 因為我小時候超喜歡神盾 所以呢 神盾鋼彈有時候會帶著跑 零件就一個一個一直脫落 然後這幾年裡面我個人最喜歡神盾 但是呢最常轉到的是電擊好不好 我要先說我電擊不只這樣子啊 我知道以前抽電擊 抽了快要五隻左右 快瘋掉了你知道嗎 看到電擊就很賭藍 我要先說 如果這個放到現代可能一顆大概五十到八十啊 但是呢 在那時候呢一顆只要傻傻摳 然後呢還幫你全部上色耶 真的是近乎完全全塗裝啊 只差就是黑色基底沒有 幫你上個什麼保護器之類的啊 重點武裝的顏色啊 還有胸前紅色線條的部分啊 全部都把你上色上滿啊 佛星好不好 真是佛到下神啊 這台神盾我覺得圖的超級漂亮的 但是呢 零件全部掉光 所以我們只能這樣稍微展示一下給大家看啊 然後以前還很喜歡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一開始先推出這一台啊 再隔個幾代再出了透明版啊 透明版那邊就會刮無寫什麼發動能力啊 我個人覺得以前紐帶很棒的就是說呢 他會一直瘋狂復刻 基本上每一代重點的機體 熱門機體他一直狂復狂復狂復給你啊 在進入重頭戲之前啊 我們先來介紹這三種比較奇怪的東西啊 拉扣 大天使號 跟美筆巫斯零四啊 這一隻我根本比較沒有印象啊 但是呢 這一隻哇 印象爆深的好不好 我小時候真的超級無敵容易轉到大天使號 轉到就很賭藍 因為呢 第一他的擴充性很差 小時候這個系列就是主打互相切換嘛 但是呢 五件你要切什麼鬼 當初抽到這個我超級生氣啊 而且這個的話我也抽了五六台左右 但是呢 不得不說啊 這台做得很精緻就是了老實講 它上面滿滿的刻線耶 然後呢這台美筆巫斯零四啊 我要先講一下我真的超級愛他喔 那時候我被炮筒師背包煞到啊 比較可惜一點就是 欸他的炮筒少一個好不好 反正也算是個回憶啦 這時候大家就會問說 欸攻擊鋼彈了 我要先說一下我小時候 攻擊鋼彈至少轉了兩隻 但是全部都不見了好嗎 真的覺得很歐耶 不然平常我都會把這個這樣拆開啦 然後把這個炮筒師裝在背上 雖然最劇重是用他的下一代去裝才對啦 鋼彈C的最重點最重點的部分來啦 就是我們的自由跟我們的正義好不好 欸我要先說 我小時候超級無敵喜歡這兩隻啊 這兩隻我記得也算是我非常非常前期扭到的 而且我記得我運氣很好 我第一顆是這個 第二顆是這個 直接兩顆齊齊 哇爽翻天 這個的話就算是完全展開發動必殺技的一個狀態啦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這一隻有缺陷啦 金氏等離子收束光束泡不見的啦 然後呢這一隻正義的話 欸超級好保存 因為呢這一隻正義就算是屬於一體式 你手腳拼完然後頭部拼完就長這樣 再說這邊還有兩隻原色的一個自由啊 我要跟大家補充一點喔 這隻當初剛出就是綠色眼睛 我也不知道什麼 這兩隻出的時間我記得比這隻還晚 隔了蠻久之後還留到的東西啊 然後呢它的翅膀的話 是屬於收束的一個狀態啊 這隻是原色沒什麼特別的啊 重點是這一隻好不好 連這種迷你型SD的鋼彈啊 都可以做這種珍珠色的配色啊 然後背部這個翅膀 又給你上一個類似那種珠光色的一個配色啊 有沒有在鋼彈的系列裡面啊 不管是哪個系列啊 都可以做出類似的效果 然後反覆再賣你一次啊 再來是來到我們的鋼彈 C的Destiny一個系列好不好 然後呢我要先說點喔 我跟這個系列 開始跟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已經是C的尾 已經準備要借到C的Destiny系列了 所以呢C的Destiny系列的機體 我扭的就更多了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算是非常經典的一組啊 我要先說 巨劍型脈衝鋼彈 其實我也有 但是不見了 不然我就可以把三種技能展示給大家看啊 結果我們重新就可以看到 威力型脈衝鋼彈 砲裝型脈衝鋼彈啊 我的印象中 應該是這一台先拿到 後面才有這一台 所以這台也算是我剛入坑沒多久就獲得一台機體啊 當初我也不知道怎麼會認識 脈衝鋼彈的 我只知道它可以換裝 然後一次有三個裝備啊 小時候都完全不知道這些資訊怎麼來 但是就是知道 然後威力型跟砲裝型最大的特點 就是它背部的這個背包啊 這兩個背包是完全不一樣的啊 砲裝背包真的超級帥 我真的超級喜歡砲裝的 這個算是比較常規型啊 就是很常見的那種類型 但是砲裝的話算是比較稀有一點 它這個砲 可以動好不好 所以可以還一些劇動那種砲型攻擊的狀態啊 我要先說起來 我小偷跟母劍症超級有緣你知道嗎 永恆號、大天十號、米涅娃 我三個全部都有扭到 米涅娃我還扭到兩種版本 一個是實色版本 一個是仿珠光器的一個版本 但是我比較喜歡實色版 但是實色版上面這不見了 再來換我們聯合軍啊 我要先說一下啊 這一台好像也是用換的換來的 我沒有記錯 這台毀滅鋼彈啊 但是這台毀滅鋼彈很壯就是了 有沒有 非常非常猛啊 但是我沒有記錯啊 這個好像是拿它變形過那一台 把它就裝過來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我小時候都會這樣裝 這台完全不是重點好不好 重點是這兩台 哇看起來就賭爛 這兩台我好像是攻擊的L 算是C的Destiny非常常見的一個小兵機啊 也算是我入坑第一代裡面 可以扭到的機種 我一扭那台最早的原因 所以我要轉紅色機 但是呢紅色機我死都轉不到 有啦最後有轉到 那一代我轉的非常多次 你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其中兩台而已啊 我記得我那時候光這一台 我轉了五六台左右 我轉到是已經眼淚要掉下來了 所以這台我印象深刻好嗎 看的超級生氣啊 命運鋼彈我記得小時候 應該就這三台了 好像沒有再多 這三台裡面這兩台就完全一樣 前期的話有出完全配色版的 然後後期的話就出這種速射版啊 節約成本的時候 再來是我第一次轉到一個命運啊 當初轉到這個超級開心好不好 他左手的話就是展開他的一個掌中槍啊 然後右手的話我記得 應該是手持光束對劍刀 但是光束對劍刀那隻手不見了 這隻還有很微很微的地方就是 他背部那個泡白是可以動的 但是背部那個泡不見啦 所以這隻的話有點可惜啊 不然如果擔任可玩性的話 這隻絕對是最高的一隻啊 只是零件全部掉光 再來就是這種 比較標準姿勢的一個命運鋼彈啊 就算他就是手持一個盾牌 然後這台的時候 這邊應該會把光束補強 但是光束補強也不見了 背部這邊的話 翅膀差不多是長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再來是換我們這三台啊 薩克不只這一台啊 我記得我好像 Luna Maria Hawk那台薩克唯一有 雷專用那台薩克唯一有 但是薩克全部都不見了 不知道為什麼 閃擊型薩克幽靈缺間有點多啊 所以就不特別講 再來是我們兩台傳說鋼彈啊 我是先轉到這一台 然後後續這台又復刻 然後我又再轉到一次啊 傳說跟天地 我超喜歡傳說 我覺得傳說比較帥 然後呢這一隻的話 我記得他好像也是有一個光束軍刀 但是他光束軍刀不見了 有點遺憾 重點是這一隻 這一隻超級帥 這一隻的話就看到他的光束軍刀還在 然後呢 他的背後這個龍騎兵啊 是已經發射出去 這邊還有大量一個藍色光束 他有幫你上色喔 所以這隻我超級無敵喜歡啊 嗯其實老實講 這一隻所有零件還在 真是讓我有點意外 這邊手還可以動喔 哇這隻真的超級無敵 我真的超愛這一隻的 來各位 再來的話我們全SEED裡面 最恐怖的幾台記憶體 都在這裡好不好 攻擊自由鋼彈 無限正義鋼彈 阿賀附 煙紅攻擊鋼彈 欸開玩笑啊 這三台就會抗衡了兩個勢力啊 非常之威猛的記憶體啊 我小時候的話 基本上是最喜歡小鋼彈的 因為他全身金色我覺得好帥啊 而且我發現 我還用筆巴上了墨線耶 這次我小時候在上課都慢慢塗的啊 攻擊自由跟無限正義 真是超級無敵善 但是我的攻擊自由 好可惜 少了一隻手啦 比較遺憾一點啦 這隻當在我們國小的超級熱門好不好 因為呢 他算是少數 有將翅膀完全展開的 攻擊自由鋼彈啊 所以這隻的話 當初 人人都想要啊 正義鋼彈的話 就比較不新奇 因為正義鋼彈我記得 那時候好像也復刻蠻多次的 然後呢再來的話 我們的阿賀附 還有搭載了IWSP 煙紅攻擊鋼彈 我要先說 這兩台的價值計畫 就是我全區裡面最愛的 Kagari 所使用的兩台記憶體好不好 然後呢 那雖然攻擊鋼彈沒有辦法幫大家展示啊 但是我們的IWSP的煙紅強襲鋼彈也是非常壯觀 它這背包有夠大的好不好 再來是這一台啊 這一台的話 我記得是中後段才推出一個記憶體 MEDEOR流星號 這一台流星號是真的可以合體的 流星裝備的攻擊自由鋼彈 也是小時候的夢幻機種好不好 可是我記得我的流星號好像是別人送的 好像是我臨桌的一個女生送我的好不好 因為他當初好像是轉好玩的 然後他不要就送我 你就知道當年SD出的多誇張 連流星裝備都有出啊 只是這邊缺個零件我有點難過 但是沒關係好不好 看這邊是一模一樣的啊 然後當然 拉桿無線陣營鋼彈也是可以合體的好不好 其實嚴格說起來 基本上只要你的轉接頭公共五是對的 所以你想怎麼合都可以啊 也可以完成一些劇中那種莫名其妙的合體啊 所以呢 這一台流星號應該算是我個人 玩這個扭蛋線裡面 覺得最值得最值得收的一台啊 非常非常非常的酷啊 好啦各位 因為遊戲的Destiny的記憶體 實在太多了好不好 完整的重現TP版裡面 最後的一場大戰啊 AKATSUKI本身宇宙那個裝備不見了 所以我們只能先佔用大揪 有沒有 我們從這邊的話 就可以看到我們命運落下 要直接攻擊我們的 攻擊自由鋼彈啊 旁邊還有兩位駕駛 來跟他進行一個支援啊 因為畢竟他們可是最強的一個小隊啊 然後我們最後要看 我們的攻擊自由鋼彈 準備對我們的命運鋼彈進行一個迎擊啊 再來是他下面的話 有一個搭載了 MITURAL的一個 無線陣營鋼彈 然後並且還有一個AKATSUKI 在後面進行一個支援啊 這就是玩SD剛剛最好玩的地方 可以完整的重現這些大戰 而且重點是呢 不貴好不好 非常的便宜啊 來各位 再來讓我小的時候也是超級無敵喜歡的一個系列 我要先說一下啊 因為紅色機不見了 最後只遺留下來他的武士刀啊 所以我最後就讓我第二台藍翼端拉到裝上 這一台的話我記得算是 紅翼端下一彈就出藍翼端 也算是我非常非常早期抽到一台記憶體啊 整個設計非常精細啊 身上一大堆的那種刻線啊 這個藍翼端就是 就是比較後期比較新版的一個藍翼端 這台藍翼端很好玩的點就是 他肩膀還可以搭的來搗蛋啊 這個設計真的超威的 當初一開始看到這台 哇我超想要 再來就是說這台精翼端啊 這台精翼端 欸很舊喔 他不是天蜜娜的精翼端呢 他是更前面更前面所推出的啊 算是最初版的一個精翼端天啊 他的腳部的話 基本上還跟翼端型的腳部是長一模一樣的 而不是新版的腳部啊 背後這個災禍生太刀真的是好帥 再來換我們同系列的另外三台啊 這台的話是基恩米歇爾的專用機啊 所以呢他整台配色啊 就算就跟一般的那種小兵器真的不太一樣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亥伯隆鋼彈啊 欸看到他這麼完整 你一定會知道 我覺得這台長超醜 後續看了他的漫畫之後呢 嗯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這台的表現很強欸 個人感覺啦 就是他後面這個裝備啊 基本上是可以動的喔 哇有沒有 然後呢再來是勇士鋼彈 勇士鋼彈的零件全部掉光 當初SEED的機體 應該是近乎全出啦 所以呢當時SEED真的是完全稱霸這個系列 哇滿滿的 跟現在的Metal View一樣 再來是這台啊 這台的話是我們的漆黑攻擊鋼彈啊 這台的話我記得是在我們中原國小 辦跳蚤市場的時候 我買一大袋 有時候會有一些凱子 他們會超便宜賣一大袋 然後我幫他買回來 然後裡面意外煮出來這台啊 我記得我有扭到關心者 但是關心者的話好像也不見了 所以呢只能單給大家看這台 OK各位 CE已經結束了 我們現在來到別的季元 這兩台應該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這兩台真的長得非常非常奇怪 逆A跟我們的逆X啊 這兩台我覺得超級可惜的 它的背後本來是有月光碟 但月光碟都不知道被我拔到哪裡去了 所以呢我這段話只能展示他們本集給大家看 再來是來到我們的AW啊 鋼彈X跟它的一個支援機啊 沒出動到我的點啊 但是這台很酷的一個點就是呢 它後面這個反射板啊 是可以展開的好不好 但是我要先說個點喔 因為由於它後面這個設計是屬於方形的 就是它並不是圓形的 所以呢它是有固定方向 沒有辦法像劇狀這樣擺出個X啊 比較可惜一點啊 它只能這樣擺出個十字 這才是當年設計的一個失誤地方啊 但是不得不說 我這種SD能展開也算是蠻驚奇的啊 30塊能玩到這樣應該也不錯了 來各位 再來是來到 各位應該非常喜歡的一個UC紀元好不好 第一的話是我們的RX78G3 這台的話就算是屬於MSV啊 不是屬於就是TV正傳的機體啊 但是呢一樣是有阿姆羅駕駛 而且重點是呢 我超級無敵喜歡它這個支援 當年找到這個 哇超級無敵開心好嗎 來各位再來是大家更愛的一個吉姆 哇有沒有看到零件這麼齊啊 一個都沒有傻 你就會知道我小時候多麼的不喜歡它了 呵 完全沒有在玩啊 再來是來到我們的ZETA鋼彈 我都只有抽到小飛機模式 我沒有抽到變形過後的 我記得我好像抽了快五六台左右 我也是抽到快哭出來那一種 所以呢我小時候看到ZETA鋼彈 我超級無敵討厭 等一下多補一下 該少補一支啊 薩克一 欸這一台我要先說它做超級精細的耶 雖然它整個身上真是 沒什麼東西可以做額外武裝啊 但是呢它這下面滿滿的墨線耶 好猛喔 這不是我自己上的 我記得是當年一轉到它那邊就有了 所以呢 薩克一這支真是做得非常豪華啊 小說版本阿姆羅的一個最終座機啊 HIGH NEW啊 HIGH NEW的話 跟NEW剛才是屬於平行設定的喔 不是屬於後期精油跟大家補充一下啊 我小時候我也是會看我哥玩遊戲 我才知道有HIGH NEW這回事啊 然後我就直接愛上好不好 因為HIGH NEW它這個翅膀 真是超級無敵帥的 然後呢你們有沒有發現點 這一支是不是特別小的 物價開始慢慢上漲之後呢 SD剛才也越來越縮水了 所以縮小至少快要20%左右吧 才可以拉維持在30元價格啊 所以呢這支算是很可惜的一支啊 如果早點出發可能它就會大支一點 看起來更酷一些了 來各位再來是這一台啊 哇這一台也是我小時候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台 這個也是屬於中期抽到的機體 我沒記錯的話 結果就是我們的海盜鋼彈X1啊 因為它這整個裝備裝起來嘛 所以它整個大小啊 近乎快要是兩支SD鋼彈啊 一樣30塊 非常非常之帥啊 超級無敵喜歡這一台了 嘴巴這散熱是打開的啊 所以呢我小時候的話有把它上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要上橘色 但是我就是想上好嗎 好各位以上這就是我們 滿滿童年細期的一個SD鋼彈開箱好不好 現在哪有看到 三十塊卻又塗裝這麼精細 然後還附帶一些可動程度 一些鋼彈扭蛋啊 所以呢正是滿懷念 以前一顆30塊 然後轉的又好玩又便宜 然後又容易轉到自己喜歡記憶體的那個時候啊 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同學有沒有玩過這個 但是這個的話真的是佔了一大部分的童年啊 尤其是國小的時候真的是玩得非常之過癮 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回憶開箱 錄小話千萬不要再分享 每週每週的小節目 拜拜